春晚舞台上最令人期待的语言类节目小品 一直都是观众们最念念不忘的节目 舞台上笑尿百出 更是由许多失误成就了经典 这些经典名场面不仅让观众捧腹大笑 也展现了演员们在面对失误的幽默与机制 也正是这些出人意料的瞬间 让春晚变得更加接地气 更负人情味 演员们在面对春晚上的失误时 他们的表现不仅令人捧腹 也唤起了观众对春晚经典瞬间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失误 究竟如何成为了经典名场面 名场面一 赵本山的望拿道具 说起春晚的小品 就不得不提起中国小品界的传奇人物赵本山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赵本山 在春晚舞台也有失误 失误最严重的一次是2006年 赵本山在春晚表演小品时 竟然忘记拿道具了 关键时刻还是宋丹丹的一个动作 才成功满过实际一观众 2006年 赵本山和宋丹丹一起带来小品 说事儿 原本赵本山挨着小崔 宋丹丹为辅 但因发生重大失误 二人不得不暗自调整了变化 当时赵本山上台应该拿一个道具包 里面装有白云写的月子二 以及二人转的扇子和手券等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道具包 他们的小品就无法顺利的进行下去了 由于赵本山当时吃着盒饭 所以一上台就忘拿了 但起初二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所以宋丹丹还是照常演出 赵本山也吃得很卖力 直到赵本山吃完盒饭 打算将饭盒放回包里的时候 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包竟然没有拿上来 见状台下的导演编剧直接慌了 要知道当时可是现场直播 十几亿的观众都看着呢 停都没法听 而这头赵本山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继续吃着熟利的盒饭 吃完后他就给宋丹丹那示意了一下 让他帮帮忙 多年合作的默契 让宋丹丹一眼就看出了 赵本山的窘境 并立马反应了过来 随后他更是仅用了一个动作 就瞒过十几亿观众 当时主持人小崔上台后 宋丹丹立马起身和他说话 并拉着他的手 很自然的和他攀谈了起来 成功的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而导播也十分配合的将镜头切了过去 趁着这个机会 赵本山赶紧回去 将包拿了上来 并坐在了宋丹丹原先做的位置上 而宋丹丹则是坐在了离小崔最近的座位上 原本这是赵本山要坐的位置 但所有观众都没有发现这个小插曲 虽然两个人内心都知道这是个失误 但还是凭借着丰富的舞台经验 圆满地完成了整场表演 让全国观众蓬富大笑 甚至他们的这个节目 还获得了那年 我最喜爱的央视春晚节目 评选小品类一等奖的奖项 时至今日 这个18年前的小品依旧经典不衰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等经典台词 也依旧被很多网友引用 赵本山在春晚遇到的难题不止这一个 在2008年春晚后台 刚演完小品火炬首的赵本山 一回后台就崩溃大哭 一旁的宋丹丹连忙上前安慰 别哭行吗 你哭我也哭了呀 当现场画面被曝光后 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在大家的印象中 赵本山是一个经历过打风打浪 且什么都不怕的人 那句过了山海关就找赵本山深入人心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小品王 确实被春晚小品给整破房了 因为2008年是奥运年 所以作为春晚常客的赵本山 从2007年9月就开始为2008年 春晚的小品节目做准备了 起初他原本想创作奥运题材的小品 但他深思熟虑过后 他还是放弃了 他的顾虑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奥运题材的小品非常应景 他担心观众不喜欢 由此产生这样的质疑 就非得这么硬吗 第二个点是他担心其他语言类节目 也会选择这样的选题 撞车就不好了 所以后来赵本山团队 准备了其他题材的两个剧本 但没想到刚提交上去就被退了回来 本以为是作品不够优秀 没想到的是 导演组先给春晚提交的语言类节目中 没有一个小品是关于奥运题材的 为了应景就找到赵本山 让他创作一个关于奥运题材的小品节目 这让赵本山为难不已 因为接到导演组任务的时候 距离春晚播出仅仅一个多月 时间真的太过仓促 想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难度不言而喻 更让赵本山震惊的是 导演组还换掉了赵本山的运用编剧 何庆葵 要知道赵本山此前的很多经典作品 比如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等 都是出自何庆葵之手 当时导演组给他换了一位年轻编剧 徐正超 在整个剧本创作的过程中 赵本山一直很不适应 费了好大劲才创作出了火炬手这个小品 但赵本山对这个剧本并不满意 觉得太过薄弱了 然而不只是编剧就连赵本山的小品导演 张慧忠也被换成了高大宽 火炬手演出时的效果究竟如何 让人忍不住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到了演出当天 竟然又发生了波折 原本这个小品的表演时间是15分钟 但因为前面节目的失误硬生生被拉长到了25分钟 多出来的10分钟 全靠赵本山和宋丹丹临场发挥 几十年过去了 作为公认的小品王 赵本山给观众留下了太多经典的小品作品 但自从2011年宣布退出后 观众就再也没有在春晚上看到过赵本山的身影 这也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遗憾 毕竟以前一临近过年 大家就盼着看赵本山的小品 说到春晚失误 怎么能不提范伟先生的经典瞬间 当时由范伟等人表演的防忽有热线登上春晚时 在很大程度上为小品的新形式开辟了先锋道路 而这次开辟恰巧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005年的春晚 由于台词过多 让范伟有一点摸不着头脑 一时间紧张加上绕口的台词 让他难免的出现了多处口误问题 范伟在防忽有热线中的一句台词竟然说错了 但高手就是高手 人家愣是把这个失误变成了经典 亦是把醋溜土豆丝 说成了把丝土豆 还不小心将借你一双慧眼 说成了借你借你一眼慧眼 范伟明显就不是一般人 他哪怕就是念错了台词 照样往下念了下去 不仅把公司的名字给改了个遍 更是在表示赞叹时 本来引用当时非常火的节目 非常6加1来做个梗 结果一不小心嘴瓢 又碾成了非常6加7 让他也没想到的是 本以为被改了台词 后就没有了搞笑包袱 结果效果可比非常6加1 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杜皮都快小抽了筋 事物反倒让这个小品 更加深入人心 回顾范伟在防忽有热线中的事物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尴尬 而是一场神级旧场 范伟在紧张中出现的错台词 并没有让观众产生负面印象 反而成为了小品的亮点 而在非常6加7中 原本的非常6加1 也因为紧张成了非常6加7 这不禁让人感叹 范伟的失误如同一场神级旧场 尾春晚增色不少 这不同寻常的转折 这不同寻常的转折 让人不禁想起了 娱乐圈人物的机智与幽默 他们不仅能在紧张时刻保持冷静 更能在失误中寻找机会 为作品创造更多笑点 明场面三 朱佩斯和朱石帽 枪带断裂成经典 春晚的失误不可避免 然而并不是每次都能化险为宜 陈佩斯和朱石帽 大家也许对他们并不陌生 他们可是小品的创始人 因为小品这个词 也是在他们表演以后 才出现的词语 1984年 首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的 朱石帽和陈佩斯 在表演小品主角和配角时 因为表演道具的枪带子的断裂 铸就了一段经典画面 提起主角与配角 这个小品的时候 相比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 最为经典的春晚舞台上的节目 陈佩斯更是把汉奸的那种 狡猾嘴脸演绎得淋漓尽致 仿佛他就是那个汉奸 但其中有件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也是在后来采访的时候 才发现中间出现了意外 当初在表演的时候 因为枪带子断裂 让本来跨在腰间的枪 直接让陈佩斯配到了夜窝下 而且因为这把枪是个真家伙 德国伯克枪 重量不轻 并且还有几十年的历史 排练几次都没有发生意外 这在直播的时候发生了短裂 他一边演戏一边修理 反反复复试了好几次 把枪带扎得歪歪扭扭 让观众晓得前仰后合 朱石茂说 巧得很 而是添祝我们这个小品要成功 也正是这样的失误 造成观众更加深刻印象 枪带子断了以后 朱石茂只能把枪带紧紧抓到手里 好在随机应变的陈佩斯看到端倪 在一个背对观众的时候 赶紧把断了的枪带子截了回去 但是戴者身上却发现 枪带子短了一间 本来在腰间的位置到了夜窝底下 而把陈佩斯的老肩巨滑的形象 更加鲜明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这个令人提费惊笑的瞬间 更是被观众误以为是精心设计的包袱 可谓是笑了失足 明场面四 沈腾玛丽 沈腾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喜剧演员 在春王舞台上留下了几次失误的印记 但奇妙的是 这些失误却成就了她更加辉煌的笑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 沈腾和玛丽之间的默契与专业表演功底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 都能将失误化解成一场精彩 提到沈腾玛丽在春晚上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小品 大家都会想到 经典作品福不福 2014年 沈腾玛丽第三次上春晚表演 好心人沈腾以及经典老太太玛丽两人之间的经典的对话 让多少观众笑叉了气 但是谁又会知道 台下的人在兴高采烈的鼓掌 台上的玛丽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 玛丽饰演的老太太摔倒后 沈腾假装摔倒 当时的沈腾由于太过入戏 一顿疯狂输出 几乎把所有的台词都给说了出来 原本那些还需要玛丽往里面加词的内容 根本就没有一点间隙 也就是说 玛丽的台词还没有说出来 就全部结束了 这也让他们原本预留的时间出现了问题 玛丽只能一边想着怎么样控制时间 一边赶紧组织语言 给沈腾对台词 最后玛丽一句 那都是我的词 才让沈腾反应过来 这才继续演下去 这些事物不仅让观众捧腹 也引发了一些议论 不过大部分的观众认为 这些事物让春晚增添了一些生活气息 让人感觉到这些老演员也是平凡的人 也会犯错误 这让春晚更加叠季气 也成就了经典 正是这些经典的作品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